盛世到底是个什么事 盛世这个词又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翻开历史书啊 其中不乏盛世 开源盛世 永乐盛世 康乾盛世 这盛世啊太多了 数不过来呀 其实这盛世啊 一开始是专属专指的 指的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时代 西汉崔传的魏智富 里边啊就提到过盛世 说的是商朝的成汤和武丁时期 厚汉书说姚舜之盛世 晋书说古盛世 三国时期啊张宏去世 林中写给孙玄一封信 说上古的盛世啊 是历代统治者的理想 可惜这些人啊 统治无方无法实现 从魏晋开始啊 盛世这个词就有点变样了 西晋的潘安在西征富里 就歌颂当代为盛世 等到了唐宋 就很少再有人提上古盛世了 宋太宗赵光义填词 也说自己治下呀 就是盛世 盛世这个词 到了清朝就更频繁的被使用 康熙56年 有一本万寿盛典初级 这本书里啊 就写了73次盛世 晚清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官方的乐章填词里 依旧还是必须写盛世啊 好